粉色的头发绿宝石般的眼睛 这已经是女孩第二次作为母亲的女儿了 上一世的她刚出生就遭到了可怕的诅咒 尽管母亲四处求医 但她还是在病魔的缠绕下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也许是得到了上天的垂帘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 居然依旧在那个熟悉温暖的怀抱 每当母亲用那甜美的声音将她抱在环影 塞琳便觉得世界都充满美好 可记忆中那个阳光明媚的女人 此刻却带着干枯的手臂和发臭的双腿 遍体鳞伤地躺在冰冷的木板上 塞琳绿宝石般的眼睛里充满泪水 她捧着母亲的手想给她最后的温暖 伴随着母亲虚弱的一句我爱你 那只手也慢慢垂了下去 看着面前身体逐渐冰凉的母亲 塞琳的脑海中充满了曾经温馨的画面 七年里全心全意照顾养育她的母亲 无论何时都会轻声说爱她的母亲 但偶尔也能看到孤独 也许那是在思念第一次死去的她吧 即使还是很担心母亲在另一边会孤独 可还是要勇敢地完成她的遗愿 带着母亲为她施展的魔法 塞琳便独自背起行囊向北部出发 不知走了多久 刺骨的寒风越来越大 小塞琳也快要被埋进大雪里 迷茫的塞琳又想起温柔的母亲 虽然她曾是魔法师 但却在不停地带着塞琳逃亡 无助的女孩抽烟起来 如果大雪能将她带向死去的母亲就好了 就在塞琳绝望的大哭时 一个拥有赤童的神秘男人将她揽入怀中 不要害怕 我只是想带你去镇上的诊所 小塞琳瞪大双眼呆呆地望向男人 可我没有钱 下一秒便犹豫着想挣脱她的怀抱 因为妈妈曾经说过要小心陌生人 但是男人却若有所思地感慨到 真是位优秀的母亲啊 在塞琳灼热的目光中 男人自顾自的喃喃着 今天不想再看见谁死去了 她将披风盖给小塞琳 治疗好了就带你回妈妈那里 疲惫不堪的塞琳突然感受到了 像妈妈一样温暖的感觉 没过多久便沉睡在了男人的怀里 可再次醒来时 眼前居然出现了一个满头粉发的大魔王 呆呆的塞琳连忙抱住自己的小脑袋 我的头 我的头去哪了 妈妈曾经说过 除了自己几乎没有粉色头发的人 所以一定要藏好自己的头发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塞琳变化身小恶魔疯狂地开始拔她的头发 泪流满面的小可爱突然大喊 我不是粉头发呀 请不要把我抓走 别人家的宝贝七岁时 正忙着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 而她的七岁却要整日独自在大雪中逃亡 失去母亲的塞琳已经不知该如何活下去 就在这时 一个自称是她父亲的神秘男人突然出现 她用力抱紧满脸懵逼的女孩 这么久了她终于找到塞琳了 女孩瞪大双眼询问男人 大叔你是谁啊 没想到男人却突然更加用力 好像生怕再次失去面前的女孩 她抽烟着告诉塞琳 宝贝我是你的父亲啊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 塞琳无法接受这个答案 她慢慢推开正在感伤的男人 既然是父亲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可她看起来却像是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人 她为什么会充满悲伤呢 想到这里 多愁善感的小塞琳顿时心疼起来 我相信你 不过也真的很奇怪 原本和陌生人待在一起很甘大的塞琳 在男人的怀里却感到无数的温暖和熟悉 她含着泪水询问男人有没有见到妈妈 痛苦的场景又浮现于脑海 千辛万苦才找到的爱人 再次相见时 竟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她告诉塞琳 等回到皇宫就会再见到他们 就这样两人已经走到了镇上 在前往马车的途中 塞琳意外得知 面前的男人居然是同志国家的皇帝陛下 可那么威武严肃的人 现在居然非要和奶香奶香的塞琳贴贴 小塞琳第一次见到这么厉害的人 已经慌张到全身冰冷 下一秒小可爱便开始用打嗝发泄紧张 小脑瓜突然疯狂发动小马达 妈妈说过皇帝陛下有三名可怕的人 那么皇后殿下去哪里了呢 难道母亲只是一个受宠的平民吗 难道自己只是一个受人厌恶的私生女儿 想到这里小塞琳已经全身开始起鸡皮疙瘩 不过只要她乖乖听话 那三个恶魔哥哥应该就不会嫌弃自己吧 现在的她太想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了 可还没完全入睡 马车上突然来了一个凶狠的少年 她拥有世界最美丽的粉色头发 可却要因此而不停地进行逃亡 她也曾拥有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春天的时候妈妈会带她去看樱花 夏天的时候会一起去向日葵圆赏风景 秋天的时候可以用枯树叶烧甜甜的红薯 冬天的时候妈妈会给她堆小雪人朋友 但现在妈妈和那些美好的婚姻 都只能出现在梦里了 可怜的小女孩泪珠嘀嘀哒哒地落下 即使是在睡梦里却也有止不住的忧伤 转眼间马车已经抵达皇宫 小塞琳突然被一个陌生的气味惊醒 她抱紧把鼻呆呆地看向对面 这完全就是迷你版本的爸爸呀 下一秒水汪汪的大眼睛里便充满泪花 应该怎么对待初次见面的人呢 听到爸爸介绍男孩是他的大哥后 可爱的小脸蛋顿时阴沉起来 紧张的塞琳又化身为大哥小天使 这么快就和皇太子大哥见面了吗 他好凶凶好像恶魔呀 而且那只手居然邪恶地伸向了塞琳 小塞琳害怕地缩成一团颤抖 千万不要被扔出去啊 没想到男孩突然温柔似水地蹲到塞琳面前 宝贝妹妹 我是你的哥哥泰奥 他那阳光般的微笑 就像是童话里的王子大人一样 虽然被温柔对待 但是小可爱打嗝依然不间断 泰奥突然凶狠地发起命 你们的耳朵是摆什么 还不快拿水来 塞琳看着泰奥泛起花痴 头发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人 居然是我的哥哥爷 想到自己的头发塞琳便满脸不开心 这时泰奥突然摸起小可爱的头发 好美的颜色呀 就像要把春天敬满一样 小塞琳在两个男人的注视下 已经害羞到不好意思睁眼看他们 而在他们抱着塞琳下车后 另外两位哥哥已经在门口等待 长发哥哥紫罗兰般的眼睛像精灵一样 旁边的卷发哥哥就像一只猫咪呢 看到小可爱的两个哥哥立马切换表情 刚才的冷漠脸顿时充满宠蜜的笑 既然哥哥们都这么热情 塞琳也准备鼓起勇气向他们打招呼 谁知小乃因刚一出口 几个大男人又被狠狠地萌化 罗勒因激动地想要抱抱面前的小宝贝 不过皇帝陛下才不想把小可爱交给他 毕竟这么萌的小天使只能归一人所有 粉色小可爱居然跑进了狼群的老巢 不仅被四个猛男抢着求抱抱 就连吃饭都被争着要贴贴 小可爱似乎感觉到了哥哥们的热情 羞红的小脸就像粉色小气球 这个举动却令猛男更加心动 萌萌的小可爱简直比女朋友像太多了 不过时间已经过了30秒 医生为什么还没来 大哥刚才还温柔地表情顿时变得凶狠 还好医生的求生欲较强 她笑意盈盈地蹲在赛琳身旁 平时都吃些什么食物呢 小可爱掰起手指开始 有土豆粥蔬菜汤 还有甜甜的烤红薯 不过下一秒温馨的场景突然变得阴安 赛琳每天居然只吃一顿饭 而且小脚鸭也长了许多冻疮 罗勒因哥哥心疼地捧弃小赛琳 以后赛琳就能天天吃到好吃的了 可是哥哥们越温柔 小赛琳的心理却越空荡 因为这样她总会想起离去的妈妈 查看完身体就该收拾成公主的模样了 也许是女仆梳头发实过于温柔 不知不觉中 小赛琳竟然在柔软的沙发椅上打起了盹 看着镜中穿着漂亮小裙裙 带着可爱蝴蝶结的自己 赛琳都十分诧异 这些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 现在居然真实地就被亲身体验着 可是独自一人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却好像更加孤单了嘛 妈妈离开赛琳的那天 就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还好父亲突然出现 像光一般照亮了绝望的生活 她的身上总是有一个熟悉的感觉 和妈妈一样温暖的感觉 哥哥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小可爱了 但是看着餐桌上琳琅满目的美食 小赛琳竟有些无从下嘴 就在她茫然的发呆时 父亲温柔地走到身边为她端来菜品 试试这个怎么样 赛琳乖巧地将食物喂进嘴里 下一秒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便泛起光芒 这也太好吃了吧 一旁的哥哥们看着赛琳吃饭 就像是自己吃到了美食一样开心 可刚吃完一口美食 小赛琳突然双眉紧锁脸庞抽搐起来 一天前还是落难平民的粉色小可爱 一天后居然摇身成为了帝国最高贵的公主殿下 赛琳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美味 突然面部抽搐起来 就在皇帝龙颜大怒准备叫来厨师时 小可爱的声音响了起来 其实我只是想说一句谢谢 皇帝把鼻满脸愧疚的单膝下跪 对不起没能守护好你和妈妈 赛琳懵懂地看着面前温柔疲惫的男人 小小的他明白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无力感 也知道其实父亲从未放弃过寻找他们 可听到他那孤独又悲伤的道歉时 赛琳还是没有忍住泪水的掉落 在三个哥哥急切的眼神下 他扑到爸爸的怀疑 宣泄着这么久以来的委屈和难过 他好想妈妈 他还从来没有和妈妈分开过这么久 寂静的夜很快就来了 看着床上安然入睡的小女儿 皇帝不禁惆怅起来 因为他知道让七岁的小女儿承受这么多苦难的起因 他要进屋询问皇帝关于皇后的下落 他捂住不满伤痕的心口 我已经不再是小孩了 我也有权利知道那位的下落 皇帝只是平静地达到他在平民区 他垂眸看向熟睡的赛琳 皇后留下的信里说了赛琳已经没有诅咒了 太傲落寞地走进床边 现在重要的就只有守护赛琳这一件事了吧 这个可爱的妹妹拥有着他最思念的人的眼睛 好想将全世界的爱都给他 也无法诠释自己对赛琳的爱意 可是他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小小的年纪便十分害怕与人亲近 也许等他再长大一点 还有因他而疲惫到身体透支的样子 而且梦里面强大的魔法阵主 似乎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可那个模糊的人影到底是谁呢 无数次被可怕的梦吞噬的小赛琳 总算被温暖的阳光救回现实 睡眼惺忪的赛琳迈着小布子走向门口 没想到这时罗勒英居然推开大门 早上好啊赛琳宝贝 不过下一秒她就被吓得魂飞魄散 小公主居然被门山飞晕倒在了地上 由于宠妹狂魔将小可爱一门山飞 皇帝大大居然将整个皇宫的门都拆掉了 罗勒英担心着快叫医生 他愧疚不安地向赛琳道歉 宝贝妹妹真的对不起啊 我真是太想见到你太着急了 还没等赛琳回答 一阵寒意推开了门 带着凶狠表情的皇帝冷冷发声 罗勒英你都做了些什么 流着鼻血的小赛琳不忍心哥哥被骂 便连忙解释是他自己没注意看 被妹妹偏袒的罗勒英满心喜悦 看着和谐的兄妹皇帝的怒气也顿时消散 在皇帝和泰奥的一致决定下 皇宫的门居然全被拆了 小赛琳得知消息后 立马惊得变成炸毛小可爱 皇帝怕他多想 便解释只是想换一个推拉门 小赛琳心内充满感激 原来一个私生女也可以被无限宠爱啊 这时特洛伊突然询问赛琳喜欢什么颜色 在三位老虎的注视下 他弱弱地解释只是想给赛琳重新粉刷宫殿 赛琳看着爸爸和哥哥们的头发 乖巧地表示他喜欢粉红色 四个猛男的心再次被萌化 这就是拥有妹妹的感觉吧 刚吃完饭大家就开始争着和赛琳散步 不过赛琳当然最喜欢温柔的罗勒英哥哥 因为在小赛琳的眼里 拥有紫罗兰般的眼睛 总是散发着花香的罗勒英 才更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呢 赛琳惊喜地看着面前的花园 现在已经到春天了吗 罗勒英看着可爱的妹妹解释 这一切都是用魔法改变的 能让美丽的鲜花都盛开的 能够维持温暖空气的魔法 小赛琳的眼里充满喜悦和崇拜 罗勒英哥哥原来这么厉害啊 看着怀里可爱的妹妹 罗勒英又想起了那个温柔的皇后 还没等她开口 赛琳便猛地将小脑袋埋进她怀里 小赛琳抽掖着询问 罗勒英为什么对她那么好 她只是个低贱的私生儿 罗勒英心疼地安慰着妹妹 小小年纪就这么多愁善感 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 她终于说出了那个真相 赛琳你不是私生儿 你是皇后也是帝国的母亲 生下的皇族血脉 而且如果一定要算的话 我才是那个私生儿 宠妹狂魔为了让妹妹开心 居然大手一挥 让寒冬生出了一片花园 而这宠爱中包含的情感 却十分复杂 有偏爱也有愧疚 在罗勒英的安慰下 小赛琳得知原来妈妈 是帝国的皇后 她就是堂堂正正的公主殿下 虽然疑问还有许多 但在看到哥哥那忧伤的面庞后 小赛琳却无比心疼 她乃生乃气地摸摸哥哥的头 要乖乖哦 不能伤心 温馨场景刚持续三秒 虎头虎脑的特洛伊就飞奔而来 小飞官来咯 而且刚来就要抢着和赛琳贴贴 小赛琳害羞地犹豫起来 没想到特洛伊却委屈地 以为是她身上有汗味 所以小赛琳才不喜欢 听到这句话后 小赛琳立马开始求抱抱 我很喜欢哥哥们 快抱抱我吧 她轻轻抓紧特洛伊 哥哥的身上有着凉爽的清风味 特洛伊已经激动到泪牛满面 小可爱居然抱她了 这不会是梦吧 怀里的小赛琳脸色胀红起来 好害羞呀 被哥哥们这样宠着 不过下一秒 小可爱的目光又被吸引走 只见罗勒英手里 拿着一个神奇的影像道具 用她的话 就可以记录下赛琳的每一个瞬间了 赛琳眼里发光地 看着新奇的事物 原来哥哥和妈妈一样是魔法师 此时的小赛琳 已经完全忘记了特洛伊的存在 就在特洛伊垂头不开心时 小赛琳突然用小手戳戳哥哥 他乖巧地看着特洛伊表示 哥哥也很帅气呢 听到这句话的特洛伊血压猛声 不争气的鼻血也开始哗哗往下流 由于这个事情 当天的晚饭顿时有些骚乱 满脸傲嬌的特洛伊自信地炫耀 今天赛琳叫我帅哥哥了吗 泰奥脸色力马变得阴沉 居然只有自己没被叫过哥哥 皇帝大大也吃醋地生起闷气 两人突然怒瞪着赛琳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被骂时 场面转换冒起了粉色泡泡 泰奥害羞着说到以后不要叫我大哥 请叫我哥哥吧 在赛琳的满脸懵逼中 皇帝居然也骚气地要求赛琳叫爸 而不能叫爸爸 为了救出水深火热中的小赛琳 罗勒英拿出了他的必杀技 这可是今天下午赛琳宝贝的录像哦 泰奥和皇帝顿悟罗勒英的意思 他们安顿好小赛琳后 便询问罗勒英那个任务的完成进度 但是罗勒英却十分自卑 他总是觉得自己不配待在这个家 还为七岁的小可爱找来了专属服装设计师 而且从今晚开始 赛琳就要去和爸比睡觉叫了 赛琳脑海里顿时闪出哥哥们那时候吃醋的模样 在发呆时 爸比便穿着睡衣抱起了小可爱 但是他只穿了薄薄的一点 赛琳真的好害羞 毕竟以前都是和妈妈睡觉叫嘛 皇帝宠意着摸着赛琳的小脑袋 眼睛都开始打架了呢 其实小赛琳还没有困 他担心爸比穿这么少真的不会生病了 不过暖男爸爸开起哄哄模式后 赛琳便立马进入了梦乡 可是梦里却不太美好 母亲好像在对皇帝大喊着 皇帝忧愁地抱住母亲 她承诺一定会保护好家人的 阿丽艾尔皇后的每一滴泪 都像刀子一样搁在皇帝的心口 皇后甚至想让那个诅咒 直接转移到自己身上 也许这样小公主才会好受一点 随着轻轻洒落的阳光 爱玲也从梦中醒了过来 下一秒她便被把比猛地抱进怀里 小孩子要睡够十个小时候 不过看着宝贝女儿 皇帝大大又忍不住 想捏捏她可爱的脸蛋 但是赖床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吃早餐时皇帝依旧舍不得放开小赛琳 他直接让赛琳在她腿上吃早餐 三只猛兽看到这个场景 心中的怒火已经转移到手里的餐具上 小可爱还呆呆地以为哥哥们没睡好 殊不知由自己引起了一场醋意大战 用餐后 小可爱独自在花园散步 罗勒因哥哥看到后翼把抱起了小可爱 赛琳 父亲的腿舒服吗 这个问题让赛琳一脸懵逼 难道罗勒因哥哥也想坐在把鼻的腿上吃饭吗 不过很快罗勒因变兴奋到 哥哥的腿可比父亲的腿柔软多了 吃饭的时候可以也坐在我的腿上了 可以吗 赛琳 结果便是又被带着吃了一顿早餐 夜幕很快就降临 小赛琳蜷缩成一堆痛苦地承受着诅咒 肉肉的小脸布满泪花 被噩梦惊醒的小赛琳难过地坐在床上 梦里前世的记忆越发鲜明了 小小的赛琳趴到爸爸胸前 原来是因为她才让父母这么辛苦啊 害怕与委屈渐渐升起 曾经自己的身体也像母亲般腐烂了 罗勒因哥的那天说的话意味深长 难道是自己让妈妈被诅咒了吗 就在赛琳准备再次入睡让记忆更加清晰时 皇帝突然醒了过来 他可怜巴巴地望着父亲 我想知道对于把鼻来说 妈妈是一位怎样的人呢 粉色小可爱是帝国最幸福的小公主 就连四个猛男都被他蒙到轮流求抱抱 还拥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大魔法师妈妈 可小可爱居然不小心透露了自己重生的事情 上一秒还和蔼可亲的爸爸突然面色凶狠 赛琳你记得上辈子的什么事情吗 小赛琳顿时被吓得大哭起来 难道爸爸现在很讨厌我吗 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 他还是委屈巴巴地将那些秘密讲给了爸爸 前世混乱的记忆 因他的病而痛苦的父母 再一睁眼就以孩子的模样和母亲相遇的故事 皇帝温柔地擦去赛琳的泪水 他告诉小宝贝 其实那不是什么前世 而且他也不是重生的 只是母亲用魔法将时间倒流了而已 你就是我和你母亲的第一个女儿 他抱紧怀里的小可爱 独自一人承受那些东西该多痛苦啊 很快皇帝便命远叫来了哥哥们 他面色凝重地解释 赛琳重新变小以后居然还留着一些记忆 罗勒因抵住下额沉思 年龄越小记忆容量也越小 经过哥哥们的深思熟虑 他们决定和父亲一起为赛琳讲述那些过往 故事要从皇帝和阿利埃尔相遇说起 他是平民出身 却极有魔法天赋的大魔法师 他一直在为帮助皇帝统一帝国而努力 和那么认真而又美丽的阿利埃尔一同处事 皇帝便深深地迷上了他 不过追求他的道路却十分坎坷 虽然皇帝执着地向他求爱 但是阿利埃尔却坚决地拒绝了他一次又一次 得不到就会越渴望 皇帝生平第一次对一个人产生这么强的占颜力 就在他独自惆怅时 那个梦寐以求的女孩突然出现了 他笑面如花地望着眼前的男人 连自己身子都照顾不好的人怎么当好皇帝啊 其实阿利埃尔也一直喜欢皇帝 皇帝看着深爱的女孩就在眼前 怎么也无法控制野兽般的自己 他轻轻抱起漂亮的阿利埃尔向他承诺 我一定会给你全世界最幸福的生活 在那之后他们便在爱神的见证下结婚了 后来也有了第一只小可爱泰鸥 然后在一年以后 夫妻俩便发现了罗勒因的存在 小可爱仅仅五岁就遭到亲叔叔暗杀 不仅被种下了令人痛苦不堪的祖众 还要承受身体器官的迅速衰竭 而这一切的起因 居然是金色头发的侯爵 有了一个粉色头发的丝生子 而那个丝生子就是罗勒因 随着孩子的不断长大 因为头发有着和侯爵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遭到社交界的各种议论 于是侯爵便开始了对孩子的各种虐待 皇帝因无法忍受侯爵虐待孩子 便将罗勒因纳入了皇室户籍 侯爵不能接受这样的耻辱 却也只能听命于皇帝陛下 可这也使侯爵心生恨意 而在那个家中 对于赛琳出生最开心的便是罗勒因了 本来就很温柔的他 顿时就用所有时间去陪伴赛琳 但是珍贵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侯爵总是以探望罗勒因的名义随意进出皇城 不久后他便发动了可怕的叛乱 那天可爱的赛琳闹着要找罗勒因哥哥 就当他在妈妈怀里撒娇时 几枚暗器突然向二人袭来 还好阿利埃尔是出名的魔法师 便敏捷地将暗器拦了下来 小赛琳惊奇地发现四周没有其他人 但是在阿利埃尔的语言刺激下 那个神秘的黑衣人终于现身 这时小赛琳发现罗勒因走过来 他欣喜地喊着哥哥 没想到黑衣人就在这个空子突然释放了魔法 为了保护赛琳妈妈受了伤 由于阿利埃尔体力不支 小赛琳居然被黑衣人用魔法抓走 赛琳顿时陷入了痛苦的漩涡 黑衣人用赛琳威胁阿利埃尔 还向一旁柔弱的罗勒因下达命令 快来杀掉这个公主证明你的价值 阿利埃尔已经猜到 面前的人应该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黑暗术士 此时黑衣人的行为已经惹怒了阿利埃尔 他面色阴暗地惠及力量 而在这时黑衣人居然开始向赛琳仲下祖宗 小可爱已经快要昏迷过去 强大的黑暗力量使人窒息 阿利埃尔瞅准时机用尽全力击向黑衣人 可赛琳已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黑衣人也趁这个时机逃走 阿利埃尔伤心地望着自己的女儿 也许现在还来得及 他通过魔法发现了黑衣人逃离的踪迹 带着赛琳追了过去 果然黑衣人和侯爵是一伙的 阿利埃尔施展魔法成功将黑衣人制服 他逼问着让黑衣人说出解除诅咒的方法 可黑衣人临死也不愿说出 看到事情暴露的侯爵想要逃离 阿利埃尔哪里会给他这种机会 随着一场大火 整个府邸被烧成了灰烬 为了让五岁的小女儿远离病痛转磨 他用魔法将小可爱的诅咒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即使即将面临死亡 可母爱却让他为赛琳撑起了一片天 思绪渐渐飘向七年前 看着怀里痛苦不堪的赛琳 阿利埃尔留下绝望的泪水 皇帝派人四处寻找解开诅咒的方法 但是黑暗术室的藏身之处却十分隐秘 而且在找到他们之前 宫外已经流传起了公主的诅咒会转移的谣言 皇帝明白这是那些愚孽造谣的 可被流言蜚语欺骗的大臣们 居然开始申请将公主驱逐出帝国的审判 皇帝已经无法压抑怒虎 现在不仅要处理这些人渣 还要无力地看着亲生女儿慢慢死去 阿利埃尔也听到了那些谣言 他面对这些情况已经不知所措 皇帝用温暖的怀抱安慰着弱小的阿利埃尔 却也为自己的无能感到十分自责 阿利埃尔抬模委屈地看着皇帝 干脆我代替赛琳接受诅咒好了 可是皇帝怎么舍得让最爱的女人以身犯险 但明星却一直惶惶不安 贵族也都将矛头指向了皇家 为了保护儿子们和皇帝 阿利埃尔留下一封信便带着赛琳离开了 那天以后皇帝开始四处寻觅二人的踪迹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看到别人幸福的一家三口都会产生幻觉 焦虑和思念使他的眼神越来越暗淡 直到七年后的那一天 正在休息的皇帝听到了那个温柔的声音 他猛地从梦中惊醒 男人的第七感告诉他那是阿利埃尔的声音 皇帝顶着暴风雪向前奔跑 他感知到了爱人的魔力讯息 可当他推开那间小木屋后 却只在无人的家里看到了一个本子 那上面写着阿利埃尔研究诅咒的研究记录 而最终选择的方法则是自己代替诅咒 诅咒只存在于活体中 所以阿利埃尔选择了牺牲了自己 最后再利用剩下的魔力 让时间倒流回前四个小时让赛琳复活 皇帝落寞地向赛琳道歉 一切都是他没有早点解决掉侯爵的错 得知真相的赛琳痛哭到不能说话 哥哥们也伤心地垂下了头 他们十分抱歉地解释着 本来不想让小赛琳知道这些伤心事的 特洛伊也鼻涕似横流飞地安慰着赛琳 宝贝妹妹我们真的很想念你的 小赛琳背着突如其来的鼻涕吓到炸毛 哥哥我没感觉到你在想我呀 不过从现在开始不论疼痛还是伤悲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四个猛男每天抢着守护在小可爱的身边 可爱的爸爸是帝国最繁忙的皇帝大大 严肃的太奥哥哥是帝国的新任皇太子 漂亮的罗勒因哥哥是皇宫中最优秀的魔法师 还有年纪轻轻便成为了骑士团团长的特洛伊哥哥 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 原本郁郁寡欢自卑腼腆的小赛琳 已经变成了活泼可爱的小天使 这天太奥为赛琳准备了精美的餐后小甜点 但是到了开饭的时间 餐厅里却空无一人 太奥顿时面色阴沉 小宝贝要吃饭了居然还有人迟到 小赛琳委屈巴巴的撒娇 他想等大家来了一起吃饭饭 说完便害羞地扑到了太奥的怀里 此时太奥的心内飘过一万点心底 如果女朋友没有赛琳宝贝可爱那就不谈了 这时其他三位猛男急促地走了进来 太奥立马转换表情 你们不知道赛琳要饿肚子了吗 特洛伊赶紧解释 因为在准备远征的事情所以来迟了 下一秒阳光小男孩便开始在地上打滚 居然要一个月见不到赛琳宝贝了 皇帝大大坏坏一笑 作为团长就应该多历练才行啊 罗勒英只在一旁默默地为赛琳吃饭饭 可是吃完主食后 桌上却怎么也找不到心心念念的那个美食 粉嘟嘟的小可爱垂头丧气起来 在猛男们的担忧中他大喊 柠檬糖浆蛋糕没有上来啊 太奥愤怒地拍向桌子 在小赛琳崇拜的小眼神中 他居然命令厨房将所有的蛋糕都拿上来 过了三秒钟 赛琳宝贝便成为了甜甜的蛋糕公主 可是在哥哥们的过度疼爱下 夜晚小赛琳突然开始肚子疼 皇帝大大压着怒火大喊一声 但是怀里的小宝贝直冒冷汗 他只好亲自前往医务室 随着被一脚踹开的门 穿着睡衣的可怜医生从梦中惊醒 不过还好赛琳只是得了小感冒 皇宫这才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 但是爱吃甜食的小赛琳怎么会吃那么苦的衣 于是一场红宝贝吃药药的大战便拉开了序幕 在哥哥们的宠意下 小可爱每天这样吃 那样吃 不到三天小可爱就吃成了一个圆滚滚 小可爱有情绪不开心了 觉得自己太胖了一点也不好看 三哥拍着胸口保证 赛琳你是哥哥见到过最好看的女孩子 不过赛琳根本不相信 居然要跑去花园减肥 特洛伊想到自己马上要离开了 还是决定陪赛琳一起去跑步 他一把抱住小赛琳 哥哥要远征就暂时见不到可爱的宝 忧伤的情绪仿佛会传染 赛琳也突然难过起来 他抱住特洛伊哥哥哽咽着 要一个月见不到哥哥 特洛伊也止不住心内的悲伤 少年抽气着表示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回来 可赛琳却一直闷闷不乐的 哥哥越是这样他就越担心 但是不能给哥哥传递负面情绪 小可爱温柔的回头发出邀请 回来了一定要一起散播 此时特洛伊的心内已经燃起熊熊怒火 乌乌什么时候才能一起散播啊 但是表面还是温柔的答应着妹妹 有了赛琳宝贝的鼓励 特洛伊便顿时斗志昂扬 夜里小赛琳抱着熊娃娃迟迟不肯入睡 他担心特洛伊远真会受伤 爸爸亲身安慰道 就是因为小小年纪的特洛伊比任何人都巧 所以才当了骑士长 小可爱乖巧地看着把笔 原来特洛伊哥哥才15岁啊 当他还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没日没夜的习舞 因为他坚信只有快快变巧 才能像哥哥们一样守护母亲和赛琳 小赛琳听了这些过往 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充满崇拜 皇帝大大却惆怅起来 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18岁的太傲已经成为皇太子五年了 18岁的罗勒英也在魔法界小有名气 还有最可爱的小公主 虽然挑逝但是也越来越漂亮了 不过说到自己的缺点是 小赛琳便开始阴阴阴阴的撒娇要睡觉觉 第二天特洛伊就要出发远征了 小赛琳依不舍地看着哥哥 可却因无法忍受离别而转头哭了起来 他抽烟着说哥哥你不能受伤 还要好好吃饭饭 泪水已经流成了一条瀑布 还要早点回来哦 特洛伊温柔地安慰着小赛琳 不能忘记一起散步的约定哦 说完竟在三只猛男面前对赛琳揪咪了一下 还好他马上就要离开 否则一场恶战又要开始了 从没狂魔吃起醋来有多可怕 皇帝把鼻的眼里冒出想刀人的寒意 他要哥哥的怒火快将餐厅烧掉 就连温柔的罗勒英也生起了闷气 可垂头丧气的小家伙心里只有特洛伊 哥哥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在那一整天里小赛琳都闷闷不乐 侍女为了哄他开心 便提议让赛琳给特洛伊写信 然而在用餐时三位猛男也听说了这件事 皇帝把鼻面色暗沉得像牛肉刮鞋 特洛伊居然能比我先收到赛琳的手写信 端着菜的两位哥哥也顿时侍候 特洛伊为什么能够受到专丑 一旁的小赛琳却只担心自己的姿态愁 特洛伊哥哥会不喜欢 皇帝大大抓紧实际上前温柔道 那就先给爸爸写一封练练手怎么样 小可爱捏紧裙摆 但是字那么奇怪真的很害羞 皇帝却突然深情地看着宝贝女儿 只要是赛琳付出过真心的东西 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 被鼓励的小赛琳捏起小拳头承诺 我一定会给把鼻写一封充满爱意的信的 看着奸绩得逞的爸爸 两位哥哥已经气到颤抖 太傲害羞地询问 能否给哥哥们也写一封呢 小赛琳满脸懵逼 原来成为大佬们的团宠会这么累啊 小脑袋考虑写什么 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到下午的时候 终于完成了四封爱意满满的信件 休息片刻后就要出发为把鼻送信了 尽管此时的皇帝正在忙正午 可小宝贝依然是最重要的 只见小可爱颤抖着地上精心准备的信件 皇帝把鼻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送完信的小赛琳也已经害羞到快要爆炸 他羞答答的小跑离开房间 爸爸你一定要一个人偷偷看我 皇帝大大似乎猜到了些什么 他激动地打开信封 只见上面赫然躺着五颗可爱的鞋子 把鼻我爱你 他立马奔向门外 一把抱起小小的赛琳 爱意都汇聚成了赛琳额头上的贴贴 你是爸爸最爱的小可爱 爸爸也很爱你 爱到无法用言语表达 小可爱居然被一对兄妹同时喜欢上了 小赛琳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没有得到特洛伊哥哥回信的小赛琳越来越低沉 他安慰自己也许是哥哥太忙了所以没有恢复 可是小可爱真的好想哥哥呀 正当他无聊地走向太阳宫庭院时 一阵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引起他的注意 小可爱犹豫着要不要去打招呼 这是一个干净阳光的声音响起 我以为没有人 失礼了 男孩绅士行李温柔问好 帝国的小星星 我是斯佩拉多 下一秒旁边高冷的小可爱优雅上前 公主殿下我是丽莎 小赛琳娇羞地低头做起自我介绍 而对面的丽莎宝贝突然两眼冒光 她居然准备冲向小赛琳做点什么 伴随着徐徐威风 花痴丽莎乃生乃气地聊起了小赛琳 公主殿下你是天使还是精灵 为什么会这么漂亮啊 小赛琳第一次见如此大场面 紧张和害羞顿时 变成了来自灵魂深处的颤抖 斯佩拉多已经无法控制花痴妹妹 毕竟她也没想到妹妹对女孩会如此疯狂 斯佩拉多乖巧地解释丽莎还小 所以对礼法还不熟悉 可从强行拆开两人的场景来看 斯佩拉多你好像才是个电灯泡啊 不知所措的小赛琳娇嘀嘀地留下一句 很高兴见到你们 便转身小跑离开庭院 看着离去的赛琳 斯佩拉多陷入深思 不是说公主已经十二岁了吗 此时爱因大公悠悠地走来 她抱起丽莎宝贝询问二人皇宫如何 斯佩拉多顺势提起赛琳公主年龄的事 没想到父亲却突然脸色暗沉下来 因为有遗憾的是所以才会这样 希望你们能成为公主殿下的好朋友 不过丽莎宝贝只在意赛琳长得很漂亮 她闹着和赛琳一起去切拉小姐的派人 殊不知一旁的少年斯佩拉多 此时心内也泛起了汹涌的波涛 公主似乎和传闻中的不同 明明是皇室的人却那么单纯可爱 如果下次还能见面 一定要多了解一些她才好 她是帝国最猛小罗莉赛琳公主 她是专情的花痴小可爱丽莎宫女 只是在庭院内仓促相遇一次 丽莎便开始满世界创造和赛琳偶遇的机会 可是茶会上的这些宫女 居然当着花痴丽莎的面说赛琳的坏话 只见切拉宫女端起奶茶开始发挥高超的茶艺 也许在平民区长大的公主不太适应贵族生活 所以不想出席我们的茶会了 此时的丽莎已经无法压制心内的怒火 在绿茶切拉说出那句 也许赛琳身上还留有诅咒后 小野猫丽莎便猛地掀翻桌子 她用想刀人的眼神不懈地盯着绿茶切拉 不知道侮辱皇族会触犯帝国法规吗 几位宫女被吓得惊掉下来 说出的话就和她的长相一样凶爱 小绿茶也被羞辱得无地自容 却只能看着小野猫撒完火后潇洒离去 此时另一边的皇宫中 赛琳小可爱被皇帝召见 一听到是关于特洛伊哥哥的事 小赛琳便风风火火地冲向接待室 把逼我来了 不过下一秒小可爱顿时正在原地 小脸也以每秒三千米的火力变得通红 接待室里怎么还有个不认识的汹汹大叔啊 而且他好像对这声把逼十分吃惊爱 小赛琳把脸捂在爸爸怀里 这也太害羞了吧 爱因大公温柔地向小公主行李 他寒暄到昨天从儿子那里 听说了公主十分可爱 还客套地为丽莎小可爱的举动到了前 赛琳修红着小脸低语 其实很感谢大家夸赞我呢 看着面前温馨的妇女 爱因大公的脑海里又浮现起早上的事情 丽莎听说爱因大公要去皇宫 便怒气冲冲地询问为什么不带自己 还骂骂咧咧地喊着父亲是臭鱼头 这时皇帝汹汹地将大公拉回现实 我的宝贝有我还需要其他的朋友吗 双方僵持三秒过后 皇帝大大飘逸地转过头将特洛伊的信地给赛琳 小赛琳温柔地谢过爸爸 接下来接待世便开始上演皇帝吃人的场景 可是在爱因大公离开后 赛琳却接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特洛伊哥哥失踪了 狼斗哥哥居然把小可爱惹哭了 本来说好要一起去花园散步 如今居然悄无声息地失踪了 无法接受事实的小赛琳大哭起来 他很害怕哥哥真的失踪了 太傲和罗勒因安慰道 其实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三年前特洛伊失踪的消息从骑士团传来 可找了三天三夜却依然无果 直到有一天夜里厨房发出声响 去查看时特洛伊正在那里偷吃 泰奥对这个弟弟十分头痛 因为在那次之后此类事件还发生了好几次 皇帝大大也心疼地安慰赛琳 一定要相信特洛伊哥哥才对 红小赛琳入睡以后 罗勒因前来汇报搜查进展 留下的痕迹在树林附近就消失了 看起来很像是自己抹掉了 说吧他又深叹一口气 现在也不能保证特洛伊的生命安全 太傲恼火地抓抓头 这个弟弟也太让人操心了 不过如果特洛伊安全回来的话 皇帝大大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毕竟这次他可是让小公主担心了 血越下越大 似乎在暗示着什么不好的消息 小赛琳整日也闷闷不乐 七岁的小脸上写满了担心两个字 不过下一秒多变的女孩突然握紧双拳 不行 要往积极的方面想 屋内的罗勒因见此情景不禁大吃一惊 果然女人这种生物 古怪的情绪变化是不分年龄大小的 第二天小赛琳又换了一套可爱的小军群 可充满担忧的表情却依旧汗在脸上 美好的回忆再次浮上脑海 曾经的约定还能再兑现吗 想到这里小可爱又埋头哭了起来 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特洛伊消失的三天前 男人的地气感告诉特洛伊 他们可能回不去了 在这里有一股强大的黑暗力量 他命令副官带领士兵们先撤离 因为在这里他要解决一些私人恩怨 浑身散发杀气的特洛伊冷冷地盯着前方 只见面前居然是一名未被清理干净的黑暗树士云面 特洛伊迫不及待地拔刀冲向前方 竟然只派这么一个小不点来埋伏 强烈地压迫感令黑暗树士震惊 下一秒他便使出浑身解数放出黑魔法 差那间那只小不点便消失在了白血之中 就在特洛伊以为黑暗树士被吓走以后 脚底突然传来一阵麻木的感觉 不要 赛琳还在家里等着我 一阵神秘力量竟将赛琳带到了庭院 而那里居然站着日丝夜想的哥哥 小赛琳穿着睡衣奔向哥哥 谁知却被姐姐拦住 那温柔的声音响起 别担心马上就会见到的 小赛琳突然从床上坐起 原来只是一场梦了 不过女孩的第六感告诉自己 特洛伊哥哥在庭院 不顾寒风凛冽 小赛琳穿着单薄的衣服便冲向屋外 他看着空无一人的庭院 伤感迅速弥漫全身 说好会回来的呀 就在这时小赛琳突然脚下一滑 千钧一发之际 他落入了那个熟悉温暖的怀抱 是想念的清爽的风的味道 特洛伊笑嘻嘻地抱着小赛琳 是来接哥哥的吗 女孩立马开始撒娇 哥哥太讨厌了 小拳拳捶你胸口 他趴到特洛伊的怀里大哭 你知道我有多么担心你吗 哥哥太讨厌了不要和你散步了 此时特洛伊满脸绝望 这不比女朋友还难红吗 不过男孩子认错总会得到原谅 何况是像那么善良可爱的赛琳啊 这时特洛伊突然冷冷地说道 看后面这是谁 他是很可怕的黑武兽 你要乖乖待在哥哥身边 刚走到门口 屋内便散发出一阵寒意 儿子我很想你啊 为了痛快地揍一顿特洛伊 皇帝大大准备先接走赛琳宝 整夜未睡的太奥像发飙的猛兽般出场 不过想刀人的太奥好像更帅了 特洛伊慌乱地解释 是因为抓黑武兽才迟到 但是被赛琳宝贝担心那么久 挨揍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可怜的特洛伊强忍泪水 男子汉不能哭哭 没想到赛琳居然要求 还要再给哥哥狠狠立下 打手附身的太奥立马开始宣泄 没扛过一秒 特洛伊便昏了过去 夜幕很快就降临 罗勒英还在和太奥剁小公主玩 虽然两位只男性临手不巧 但是美女怎样都是美女 正闹得开心时 皇帝突然召见太奥 为了防止赛琳宝贝乱跑 罗勒英便温柔地开始 红宝贝入睡 此时另一边的地下室里 太奥正死死地 看着那名黑暗术士 你要想好怎么回答 否则就将是死路一条